这节课呢 咱们来说一下方法的另外一个特性 另外一个特性叫做方法的地规 不是方法的这个重载 先说重载 那么什么叫做方法的重载呢 这个概念呢 我先不去下这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个现象 我们来看一个现象 ABC overload 重载叫做overload 叫overload 到后边的话呢 你们会接触另外一个词 叫重写override 一定要去分开来 然后现在呢 我新建了一个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呢 我写一个方法 static void add add 然后add呢 我写两个参数 一个是interA interB interA interB 或者说呢 我只写一个参数 interA 那么我们在调用方法的时候 add 是不是要给A去复制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餐 我可以随便去写吗 我能写一个3.14吗 能不能 不能 我只能写一个什么样 整形 我只能写一个整形 我写一个123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我写其他的数据类型 比如说我写个123.3 这个是一个double形 行不行啊 不行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调用方法的时候 食餐的类型 必须要和形餐的类型 保持一致吧 对不对 不能随便去写的 不能随便去写的 必须要保持一致 这个能理解吗 可以吗 这个是我们昨天说的嘛 在调用方法的时候呢 食餐的类型 必须要和行餐的类型 保持一致 然后 问题就来了 然后 问题就来了 哪个方法呢 这个方法 这个是我们从第一天开始 都一直在使用的一个方法 但是 有没有人对这个方法 有一些疑问 这个方法的参数 我可以写什么 你看 现在我可以不写吧 对不对 我也可以写一个整形吧 我也可以写一个浮点形 我也可以写一个字符串 都可以 那问题来了 这个方法在设计的时候 它的参数是怎么写的 咱们刚才说过了 咱们刚才说过了 在调方法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的 就是食材类型和行材类型 保持一致 那么在这 它是怎么做的 然后咱们在前两天呢 还讲过cancel的 另外的一个方法 叫做 什么 小明 跑了 多少 米 对吧 然后 那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的话 这个方法是不是 两个参数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方法的参数 到底是怎么定的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 然后到底是怎么定的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以 如果说 我们以后会用到很多很多的 系统已经帮我们写好的方法 那么 这些方法 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右键 转到定义 去查看 它的定义 查看这个方法的声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Public 这个是一个访问权限修饰符 可以不用管它 Static 是静态的 我们现在写方法 是不是也是静态的呀 然后再往后来呢 返回值类型 是 Wall 方法名呢 WriteLine 就是我们调WriteLine 这个方法 然后看参数 首先 看WriteLine 有几个WriteLine呢 是不是一堆啊 是不是 到底有多少个呢 我们就不数了 但是我们能看见的是 有一堆的方法 都叫做WriteLine 都叫做WriteLine 然后呢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呀 他们的区别是参数不一样吧 对吧 你看第一个没有参数 第二个是Float 第三个是Int 第四个是UInt 第五个是Long 第六个是ULong 然后再往下Object String 是吧 一堆 那问题来了 咱们在昨天 讲方法的语法的时候呢 说过方法名 其实是一个标志符 对不对 其实是一个标志符 那么我们在第一天 写变量的时候 包括说今天上午 我们在写变量的时候呢 我们也说过一点 就是呢 在同一个作用域里面 是不允许出现 两个同名的变量吧 对不对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一个类中 能不能写两个同名的方法 行不行啊 行 刚才不看见了吗 一堆RightLine呢 是吧 好 那么这些个RightLine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叫重载 重载是什么呢 重载指的是在一个类中 如果有多个方法 如果有多个方法 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那么这些方法 彼此之间是重载关系 如果说在一个类中 有多个方法呢 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那么这些方法 彼此之间是重载关系 什么条件呢 首先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方法名 相同 方法名相同 需要重载的方法呢 方法名一定得是相同的 其次 参数 不同 其次呢 是参数不同 那么这个参数不同呢 有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数量 不同 你说我一个方法呢 有一个参数 另外一个方法 有两个参数 这个是不是不一样啊 另外一个呢 是类型 不同 我一个方法呢 需要的参数类型是int 另外一个是float 这个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体现在这两方面 一个是数量不同 一个是类型不同 那么其实呢 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 叫顺序不同 叫顺序不同 只不过呢 这个顺序不同呢 我们又可以给它 归程式类型不同 比如说 A方法 它的参数类型呢 是int float B方法 它的参数类型呢 是float int 你说这个他们相同吗 都是一个int 一个float 但顺序是不一样的 这个依然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知道 方法中 行餐的先后顺序 是有影响的 决定了 你在调方法的时候 食餐 给哪一个行餐去复制 对吧 这个是不同的 所以呢 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一个是方法名相同 一个是参数不同 那么这些个方法呢 彼此之间就是重载关系 我只说了两个条件 一个是方法名相同 一个是参数不同 那么隐性的一个 隐性的一句话就是 跟返回值有关系没有 跟返回值没有关系 跟返回值没有关系 重载跟返回值是没有关系的 甚至来说 咱们今天呢 我先把这句话说了 到后边的话呢 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呢 再提一下吧 重载跟返回值没有关系 跟访问权限没有关系 跟其他的静态非静态没有关系 它只和这两个有关系 一个是方法名 一个是参数 一个是方法名 一个是参数 那么我们来写几个重载的方法 来看一下吧 比如说 static void add int a int b 我打印一句话 叫add int 然后再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名呢 也叫做at 那么参数呢 我也写一个 印的x inter y 那么这两个方法 是不是重载 是不是 想一下是不是 重载的话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两点来 第一个方法名相同 相同不同 相同 第二个参数不同 第二个参数 参数一样不一样 在这儿呢 给大家就说一点的就是这个参数不一样呢 体现的是类型不一样 参数不一样 咱们刚才说了两点 一个是数量不同 一个是类型不同 我有说过变量名不同吗 没有吧 来看一下数量不同 一样吧 他们数量 都是两个吧 另外一个类型 类型是不是也一样啊 所以呢 这两个方法 从方法名到参数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他们构不成存在 既然构不成存在 那么一个方法中 是不允许出现 这样的两个方法的 要不然的话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去调一下add 调一下add方法 我传一个三一个四 那问题是我这样的话 我调的是哪个方法 都是intint 对不对 就不知道了 所以呢 一个方法中 是一个类中 是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方法的 那么现在我换一下 float a float b 这个呢 这个是不是存在 是 为啥呀 类型 类型 为啥呀 满足哪 参数 这个方法名是相同的 然后参数一样吗 参数是不一样的 都叫a和b呀 类型 跟参数的名字 是没有关系的啊 跟参数的名字 是没有关系的 两点 一个是数量 数量呢 是一样的 一个是类型 类型一样不一样 一样吗 不一样啊 intint 和float float 那一样了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满足了 这个参数 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呢 就满足了 这个条件了 这两个add方法呢 它们之间 是重载关系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程序还报错吗 还报错吗 不报错了吧 这会连报错都看不出来了 都过来这么长时间 没有报错了 你说呢 是不是 这会儿呢 程序是不报错了啊 说明这样子呢 是合乎语法的 这个是方法的重载 方法重载 然后呢 我在这个下面方法中呢 我写上一句话 addfloat float addfloat float 对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调用一下方法 那么调方法的时候呢 咱们昨天都已经说过了 直接拿方法名调用就可以了 可是问题是 直接拿方法名来调用的话呢 参数我应该怎么写 它们两个都叫做add 比如说现在我就希望调用下面这个方法 那么参数应该怎么写呀 这个的话呢 其实啊 我们在调方法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去知道 你调的是哪一个方法 我们要调的是 参数为两个float的方法 那么它和上面这个方法的区别在哪啊 是不是参数不一样啊 那么既然参数不一样了 咱们就可以从参数入手来区分他们两个了 它需要两个float类型的 那我就给它两个float类型的实餐 1.3f和2.6f 这个是不是两个float呀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float我们再来看一下 没有报错吧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看结果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add float float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我们就是想要调用这个float方法的 就是想调用这个的 那么假如说我想调用上面的intint呢 怎么做 对我只需要把参数改成两个整形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调用上面的这个intint方法了 所以 虫载呢是在一个类中 方法名是一样的 那么问题是 如何区分调用不同的方法 如何区分调用不同的方法呢 很简单 就是通过参数 通过实餐的 通过实餐来区分 不仅仅是实餐的类型 还有可能是实餐的数量 因为我们说数量不同的话 是不是也重载呀 通过实餐来区分 你说我这个方法 我需要一个参数 这个方法我需要两个参数 通过实餐来区分 这个就是方法的重载 这个就是方法重载 那么重载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我们会使用到重载呢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某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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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句 或者说某一个功能 有什么样的作用的话呢 很简单 我们就想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 实现相同的效果 我们应该怎么做 如果没有重载 咱们就看什么呢 console.write line 这个方法 如果没有重载 那么你再去打印 不同类型的方法的时候 可能要调不同方法的吧 我写一个什么 console.write line 是吧 write什么 float write double write board write string write什么什么什么 就一堆方法了 是不是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在调用的时候 就会显得非常的麻烦 非常的麻烦 所以呢 它作用很简单 为了简化 代码 为了简化代码 为了简化代码 至少呢 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是不需要去担心 我到底应该调用哪个方法 只要我需要write 只要我需要从控制台输出 那么我调的方法 都是write的方法 至于我write什么类型的 那么按照这个 这个实在类型来 匹配不同方法就可以了 好 这个呢 是重载 这是重载 但是在写重载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static void add 我再写一个重载 叫sbyte sbyte b 我想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倒还好说 对大家好说 因为sbyte呢 它是自动转型为这个int了 所以 这个时候我来看一下 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说 我应该调用的是哪一个方法 是sbyte还是int 这样的话 我调是哪个方法呀 是sbyte还是int int 因为一二整形 默认的都会推导为int型 来参与运算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写两个变量 我先试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问题重现啊 a等一 b等二 然后add a b 这个时候呢 我想一想啊 好吧 好了好了这个其实也没啥就是呢我们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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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重载的时候呢如何去区分调用不同的方法呢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坑的 我去查一下这个这些的方法 这些呢是方法重载啊然后呢再给大家看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发现你写一句代码之后呢是会给你提示的吧 对不对 比如说呢 我写个A D D 括号 大家看一下 A D D 括号 那么你在写完括号之后呢 会给你弹出来一个提示 其实你 我到底需要去传什么类型的 参数 然后在这呢 我们来看这句话 一个 共三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告诉你 在这个类中呢 一共有三个方法 叫ADD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 然后你可以点这个箭头 你也可以按光标的上下键来切换 第二个 第三个吧 123 123 123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123 是不是不一样啊 行三是不一样的啊 一 float float 二 int int 三 aspect aspect 这个顺序无所谓 这个什么123 这个顺序无所谓 但是呢 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这个参数呢 是不一样的啊 啊 那这个是一个方法的重载 方法重载 以后呢 我们会用到很多很多的重载方法 特别是系统给我们提供的很多的方法呢 都是重载的 比如说console.ret line 比如说呢 后面还有一些个其他的方法 啊 这些都是重载的 啊 最后 再给大家做一个试验 还有一点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重载和返回值是没有关系的 重载和返回值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dd和上面的add和上面的任何的一个方法 方法名是一样的吧 参数呢 不一样 不一样吧 明显不一样 啊 因为这个它只有一个 是吧 最后一个add方法的只有一个参数 而且呢 这个方法是有返回值的 返回值类型呢 是一个印 这个印的 印头怎么能返回a呢 好吧 我写这个啊 返回值类型是一个double 它是有返回值的 而上面的所有的方法呢 都是没有返回值的 都是没有返回值的 那么你说这个方法和上面的三个方法是重载关系吗 是不是 确定一下 是不是 是 没错 的确是重载关系 因为咱们刚才说了 重载跟返回值没有关系 重载跟返回值没有关系 你只看两点 第一 他们的方法名是不是一样的 第二 他们的参数是不是不一样的 满足这两点了 那么他们就是重载 他们就是重载 跟其他的都没有关系 好 这一块呢 是方法的重载 方法重载 是方法的重载 是方法的重载 是方法的重载